云南区境这是一个非常低调的城市 但也是个非常有潜力的城市 在旅游方面它虽然比不上丽江大理 但在经济方面它排下全省第二 这里的人都非常热情 我们在自驾云南几个月时间里 有一半时间都待在了区境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行拍画面 是区境市下辖的九个县市区之一 这里是云南花香罗平县 罗平地处云南贵州广西的交界处 名副其实的基民山省地带 这里有常住人口53万 总面积3018平方公里 罗平的油菜花最为促重 种植的面积超过了20万亩 每年盛开时这里的风景如梦似幻 很多人都是通过油菜花知道了罗平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的是 罗平不仅仅只有油菜花 这里还是全国旅游百强县 全国烟业生产第一大县 全国的文明县 这一个又一个的称号极具重量 因为低调这些称号鲜有人知 事实上整个区境都是如此 好像这里的人光顾着过好自己的生活 根本没有太多出名的想法 罗平县的环境非常好 我们在自驾东游云南的第四天 到达了罗平县城 在这里驻扎休整 今天晚上我们还要再去尝试一下 当地朋友推荐的特色美食 大家好 我是七哥 我们现在还是在去进市罗平县 明天我们就要前往下一站了 现在所在的地方是罗平的九龙公园 这个公园环境特别特别的好 而且云南的阳光特别的暖 这公园非常便利 周边有超市有快递站都非常近 吃东西也很方便 但是我们到目前为止 还有点懵 罗平的特色到底是什么 直到昨天晚上我们发那个视频 很多朋友跟我们说 一定要吃吃这边的螺飞鱼 对所以今天我们要去试一下 听说罗平的罗飞鱼还有辣排骨都很好吃 那今晚要吃什么 吃罗飞鱼 先吃鱼啊 云南的天空真的太蓝了 这边的气候太棒了 这条街叫东关街 前面还有一条西关街 这两天我们一般买啥东西吃啥东西都是过来这边 还是挺方便的 对吃的也多超市水果店都多 罗平被称之为花香啊 全国油菜花最多的地方 然后我们这一次来其实时机不太对 但本来这一次就是路过嘛 路过都待了好几天也够了 到了这里往左转啊 这一条就是西关街了 今晚我们在这条西关街找一家鱼装 罗平的环境还是相当不错的 在马路的中间 他们居然搞了一条这么宽的绿化带 然后里面还有人行道 它人行道不是在两边 而是在中间 这个设计 这里有个马街罗飞鱼装 我们就在这里吃吧 比较专业看起来 今晚这一餐也是抖音团购的 然后58块钱 待会呢是 应该是一条三斤左右的鱼 然后再加一点配菜 但是啊 今晚是吃的汤锅 以前我们吃罗飞鱼 大多都是吃的烤的 但是这边就有一种特色 就是整条鱼放下去煮 我们待会要尝一下这种 是什么样的味道 这个是我们的锅底 这一大锅 是清汤锅 等一下把鱼直接放下来 这个就是我们今晚要吃的鱼 它是这样一整条的 待会放下去炖 而不是说像之前 我们去其他地方吃的 切成鱼片 或者切成一块一块 就在一整条 这个汤很香 我觉得我可以先喝一碗 先喝嘛 确实是很香 有一股独特的那种 什么味道来着 可能是它放的这个 白白的这个东西煮出来的 这个是大葱 葱头是吧 葱头味 我知道这个汤是什么味道的 这就是那个 辣排骨的那个香味 对 我很熟悉这个味道 因为我们之前在立讲的时候吃过辣排骨火锅 就是这个味 要煮多久呢 这个鱼 长点起来就可以了 捏断了就可以了 哦 那就很快的 煮个一两分钟 我估计都差不多了 两三分钟 这个是老板给我们配的蘸水 这蘸水打点热汤 打点热汤下来 来搅拌一下 这蘸水是灵活呢 没有 这个是不行的 我们现在吃小火锅都需要用这个东西了 开吃了 第一口螺灰鱼 蘸一下这个蘸水 开吃 干杯 吃吃看是什么味道 很嫩哦 特别嫩 这个鱼要吃嫩的 要吃一两分钟就可以吃了 不能煮太久 煮太久的话 它就老了 看 这蘸水蘸上来 这个颜色 非常香 跟那个长寿鱼相比怎么样 其实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嫩一点 口感不一样 长寿鱼会脆一点 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得把这个火先关了 然后先吃 对先吃 不然的话再炖两分钟 它就炖烂完了 这个鱼 这个螺飞鱼就是这样的 我们到罗平四天时间了 然后罗平的特色今晚也吃到了 这一期呢 我们就剪短一点 因为我们要抓紧时间 把这一锅干完 不然的话 等一下坏了就不好吃了 我们下一站见 拜拜